那到這個鎮哲江山的時候大家基本上就是這種中文的網頁喔 那我們就按下這個旁邊右上角的三個小點喔 然後選擇切換地區 切換地區之後咧 這原本的話基本上就是馬來西亞或是台灣香港 那我們就要把它預設的粉絲專頁呢 選到這個柬埔在馬來西亞緬甸和所有其他的地區齁 這樣子它就會變成是英文版的網頁 然後按儲存篇號設定 按完篇號設定之後咧 按重新整理 按完重新整理之後它就會變成是 英文版的 那對我而言喔我是覺得像 英文版的網頁喔它就會有比較多的資訊 像是說耶誕節的活動 它是12月24號開始 也就是明天就有了 然後還有什麼 像耶誕節 反正這些都是耶誕節的活動啦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是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會覺得在英文版會有比較多的訊息齁 然後再來的話今天就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重點的話是這個 它有一個成色的裝備包和十個計測包 到1月3號為止 你只需要怎麼做咧 你只需要呢就是 在底下齁 就是底下留下你的答案齁 是那個相反的關語 就是特殊關語 然後並且截圖你的評論 然後傳給小編你這樣就可以了齁 那我的話我 我是之前就已經有用過了齁 你只要在這邊這樣子 按複製齁 那就是反正就是關語嘛 然後這樣留言 留言之後呢再把它截圖下來 然後截圖下來後 選擇發送訊息齁 然後發送訊息後 你把那個截圖發給小編 就像我是昨天發給小編的 你發給小編之後咧 小編隔一陣子 他就會發給你這個禮物嘛 那你只要把這個禮包嘛 再放上去 放到那個你的遊戲裡面齁 你就會得到一個武器包 跟十個計測包了 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那你會不會是這個禮物 真的嗎 請你按一下